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是这个MPU6050的一个介绍 那么主要涉及到它内部的一个附罗仪啊 乔特技啊 还有等等一些姿态相关的这么一个笼统的一个介绍 那么作为这个无人机的话 我们大家最关心的就是它的这个姿态数据的获取 因为这个核心控制器是STM32嘛 它不是我们人在控制这个无人机 所以呢 我们就非常关心这个STM32 如何得知无人机当前的飞行姿势啊 也就是说它在空中是一个什么姿势啊 是平行着飞啊 还是在俯冲啊 还是在上升啊 还有就是如何判断无人机当前的运动趋势呢 运动趋势是指它的加速度 也就是说它现在维持这个速度和高度 那么在下一秒它可能变成什么样呢 还有就是无人机当前这个飞行高度怎么确定啊 会不会过一会儿达到限高了 就超出这个控那个遥控器的这个控制范围了等等这些啊 这都是我们需要关心的这个问题 那么 在我们这个飞行器和这个传播航海领域呢 一般都是 呃 导航啊 等等这些 都是用这个 投螺仪来实现 那我曾经 非常傻的问过我导师一个问题 我说这个 为什么这个飞机什么的需要用 飞机和航海需要用投螺仪呢 我用人眼看不就行了吗 然后我的老师给我解释了一下 他是这么跟我说的 他说咱们人类如何导航呢 人类导航的先决条件是要有标记物 就是说我们要睁开眼睛看到东西 我们才能走正确的路 对不对 所以呢我们这个导航的先决条件是我们有视觉 视觉是用来干什么的呢 是用来寻找标记物的 也就是说比如说你要去地铁站 那么你首先要找到地铁站在哪个位置 然后他途中经过哪些标志性的标记物 你在这个标记物左转右转啊等等之类的 然后呢除了标记物之外呢 如果是实在是没有标记物的情况下 我们人类还可以利用地磁场来进行这个方向的辨别 就是大概朝那个方向走 朝东北方向走啊 朝西南方向走 大概有那么一个方向 不是很精确 但是大体方向不会错 但是呢 如果你在沙漠 大海 或者是天空中 甚至是宇宙中的话 人类的视觉能看到的范围之内 几乎你是找不到一个特别明显的标记物 那么这时候呢 因为远离了地球的时候 比如说在宇宙中 或者是在一些地磁场很弱的地方 你也根本避免不了方向 尤其是在这个茫茫大海之上 你环顾四周发现 诶全是水 你根本不知道要去的地方该怎么标记 该怎么离你现在的位置有多远 你根本不知道 没法确定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依靠这个外部设备来帮我们实现 我们人类这个导航能力呢 实际上离开标记物之后呢 就变得很差了 所以呢 我们就需要用这个陀螺仪 陀螺仪这个东西呢 就是非常广泛的应用在飞机和船舶导航中 包括这个导弹啊 航天飞机啊等等这些军事应用 都应用的很广泛 它的基本原理 最基本的原理啊 就是利用高速旋转的物体 具有抗拒轴方向改变的特性 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大学普通物理里面 学的这个进动 只要它是一个高速旋转的物体 那么在它这个转轴的方向上 它是期望维持它的转轴不动的 因为它的角动量很大嘛 所以陀螺仪啊 最终输出的是运动物体的这个角速度 或者是这个角加速度 那么这个具体是 有没有这个角加速度的话 就看它这个传感器怎么做了 好 那么这就是陀螺仪跟我们人导航不同的一个特点 陀螺仪它在没有任何外部标记物的情况下 它可以用自己标记这个航向 因为它旋转的转轴 它具有抗拒改变外部的 具有抗拒外力的这么一个特性 所以它实际上只要它一直在转 那么它的轴向就是一个固定的方向 所以这是跟我们人不一样的导航的方式 那么这个就是陀螺仪的一个简单的示意图 那么大家可以看到 中间这个部分是转轴 这有一个转子 真正工作的时候 这个转子是要高速旋转的 转子比如说逆时旋转 或者顺着旋转的时候 你用外力推一下这个轴 你是发现很难推动了 它高速旋转的时候 由于它有一个角度量 它会抗拒你外力对这个轴施加的力 那么这就是陀螺仪能够导航的一个基础 至于我们现在用这些传感器是如何把这个东西做得很小 塞到芯片里面 然后又如何把这个数据导出来 变成我们想要的这个角度数据了 这些我们就不多介绍了 具体这个原理也很复杂 那么 说完了这个导航之后 我们关心的另外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 物体运动状态的确定 一般情况下 我们最能理解的就是三维直角坐标系 因为这最贴近我们的生活 在三维直角坐标系下 如果我们要确定一个物体的运动状态 那么你至少要知道它当前时刻的坐标位置 也就是说三个轴方向的xyz 除此之外呢 我们还要知道 它在当前这个位置上的这个速度 也就是说vxyz 那么知道了当前位置之后 在知道了这个速度之后 我们就可以求出 在下一时刻这个物体所在的位置 那么你就把三个轴 三个轴向 三个轴方向的这个 分量相加嘛 用这个x轴的速度乘以时间 然后算出x轴方向的位移 然后v轴和z轴也同样 计算完之后 这三个方向运动于合成之后 物体在下一个位置的这个 物体在下一个时刻的这个位置 我们就计算出来了 那么计算完了之后呢 我们有的时候还需要这个加速度 然后为什么需要这个加速度呢 因为这个速度 往往有的时候不是一个直接可测量的量 而我们方便测量的是物体的加速度 这个普通物理也不用普通物理的 高中物理的时候大家就学过 这个物体的加速度等于它所说的核外力 除以它的质量 一般的情况下我们会比较容易测量物体的质量 比如说我们这无尊级多重 然后呢它所受到的力 那么一般情况下就是我们所受到的核外力 那么核外力知道之后 一般这个核外力我们也是不确定的 但是我们比较容易测量的是它的这个加速度 加速度 用成感器得到之后 然后我们能 因为加速度乘以t就是得到它的速度嘛 我们就可以推算出它的这个速度对时间的微分 然后呢 用上一时刻的速度加上 加速度乘以时间就得到了下一时刻的速度 然后再由速度计算位置 那么是这样一个过程 但这样一个过程呢 对我们这个无人机来说呢 它需要算的东西太多了 我就为了算一个位置 我要先从传感器得到加速度 然后再从加速度算到速度 速度再算到位置去 而且这个变量也比较多 所以呢 在这个 无人机或者是导弹 反正就是飞在天空中的物体中呢 我们一般不用这个指导坐标系来确定它的这个运动状态 取而代之的是我们用这个 角度的这方式 欧拉角 这个欧拉角的这个 一共有三个变量啊 比刚才简单的多 三个变量 这三个变量代表什么呢 我们先看一下这个图啊 记住这个图之后 然后我们来看 这个配置是指这个抚养角 也就是说 我们飞行在空中的物体 它抬头或者低头 是由这个抚养角来确定的 好 我们回来看这个图 这个抚养角 它控制的是飞机 机头向上或者向下 然后 肉是这个翻滚脚 也就是说翻身 那么它实际上是飞机 绕着自身的这个 飞行方的这个轴 然后左转或者右转 就是我们很形象的说 一个翻身的动作 那么 偏航角呢 就实际上就是转弯了 所以呢 飞在空中的物体 包括飞机 导弹 宇宙飞船等等这些 由这三个角度 确定之后 那么就可以唯一确定一个姿态 所以大家再看一下这个图 对于我们飞在 对于我们不能是飞在了 跑在公路上的汽车来讲呢 实际上我们就只有一个角度可以调 就是我们的抚养角是没有的 因为你的抚养角完全取决于公路 取决于这个公路本身 然后呢 你也不能翻身 因为你一翻身 这车就翻了 那实际上呢 你就只能 开航 就是左转或者右转 但对于飞机来讲呢 这三个方向的角度 它都可以有 好 那么这就是我们 无人机当中 确定物体运动姿态的 这个方式 那么我们来说一下 我们这个无人机当中 经常用的一个传感器 叫MPU6050 这个传感器呢 比较有来头啊 它是全球首例 整合性的六轴运动处理器 这个六轴运动处理器 是个什么意思呢 其实说它其实里边有 三轴的陀螺仪 和三轴的这个加速计 一般在它出现之前呢 这个加速计和陀螺仪 是分开做的 就是两个芯片 你要用这两个工的话 你就要用两个芯片 挂到这个处理器旁边 那么 6050呢 它是这个iPhoneC接口 有一些文献说 这个MPU6050 是这个高速的SPA接口 这是错的 这个 600系列是SPA接口 有SPA接口 但是6050的话 它只有iPhoneC接口 那么这个iPhoneC接口呢 它不仅可以用于6050与CPU的通讯 还可以用于扩展外部的承感器 好 这句话大家可能不太懂 先放在这儿 这个扩展外部承感器 是有必要的 而且是经常也会用的 因为它只有3加3 6轴嘛 我们有的时候用的轴数可能比这更多 那么我们为了 同样把其他iPhoneC的接口的这个传感器 放到一个系统里面用的话 我们就可以挂到一个总线上 然后呢 这个其他传感器通过6050的iPhoneC接口 把这个数据传给我们的CPU 好 那么6050这个数据格式呢 有这么三种 一个是旋转矩阵 还有一个是四元素 还有一个是欧拉角 我们程序中呢 这三种格式都可以用 但是根据我们这个自己的这个程序的特点 有的时候四元素啊 用的多一些欧拉角啊 也有使用 它的一个特殊的特点就是 单芯片集成6轴 并且体积非常小 这也是我们非常喜欢用它的一个原因 好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这个 我们课程啊 我用的这个教室用的这个无人机上面的这个传感器 实际上它是一个很复杂的10轴的组合 我们刚才说了这个 这个6轴可能不一定够用啊 这里边是10轴 那么为什么是10轴呢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 这个MPU6050它本身是6轴了 这个陀螺三轴陀螺鱼和三轴加速 那么加起来是6轴 这个HMC5883 它是一个什么呢 它是一个这个数字罗盘 也就是说我们需要精确的方向控制的时候就需要 实际上就像指南针一样 咱们只是三轴的指南针 好 那么这个单轴的这个是什么呢 是一个气压计 就是说高度计 因为我们这个大气压是随着我们的高度上升而减少的 所以呢我们测量飞机周围的气压 就可以推算出飞机所处的高度 好 当你飞一个10米20米的时候 你可能感觉不出来 因为这个气压计的精度也是有限 但是你如果飞到几百米以上的时候 这个气压明显就有变化了 那么就可以根据这个气压变化测出这个高度 好 这就是我们无人机上面的这个10轴的存感器组合 但是我仔细看了一下 它好像有这个硬件寄给我的时候 好像有的轴没有焊 我估计是这个数字罗盘它没有焊 因为这个可能用的地方不多 但高度计还是有的 我看这个MPU6050一定是有的 因为没有它之后 你整个姿态都没有了 你控制不了了 好 那么这个就是我们无人机这个传感器的一个介绍 那么今天这个课程呢 就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